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那各位同學 你們現在在研讀高中課程當中 是否有碰到什麼樣的困難呢 如果你覺得學校教得非常非常快 你可能沒辦法去搞懂 或是你家裡住很遠 不方便去補習的話 我們下方資訊欄都我們的線上課程 我們也是一直不斷在把一些 線上課程做得更完善 那同學們都可以去點入去參考 來我們來趕快看一下這個題目吧 他說1分之1被 根號的2再加上根號的2再加上根號的 這個這麼多的 這個無窮多的 那這個東西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們這一題目 我們試著用三角函數來去解決一下 三角函數解決一下 來這個東西我們的思考點邏輯在這邊 我們think OK來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來看我cos 譬如說我說是四分之拍好了 四分之拍 那就是2的平方拍 2的平方拍 來你告訴我cos四分之拍 2的平方拍 它會等多少 它會等二分之 欸 根號2 有沒有什麼感覺 一點感覺都沒有 對 這個正常 正常發揮 這沒有什麼 來 那我問你喔 那如果是cos的 來 來各位同學如果是2的三次方拍呢 2的三次方拍這個概念是什麼 其實就是把原本的四分之拍再砍一半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使用到所謂的半角公式 但是其實我自己在教授這個高中課程的時候 我並沒有特別在講所謂的半角公式 我講的叫平方畫背角 來各位同學 不然不想你你來你來試試看喔 來 譬如說cos的二分之θ 你常常碰到這種平方半角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公式其實蠻實用的 這個叫平方 來看看囉 簡單來講就是翅膀掉下來 欸 角度伸上去 平方畫成cos背角 coscos字簡取一加 欸對不對 那你平方不要怎麼辦 那就是開根號 在幹嘛 再取正負 這個叫平方畫背角 我們衍生出來就是所謂的半角公式 好 來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一樣喔 把它當成所謂的平方畫背角概念 我們假設這邊有一個2 來看我囉 看我囉 好 我們這邊開始寫 這個叫次方 降下來 角度伸上去變兩倍嘛 再乘兩倍嘛 那叫做2的平方π 喔 平方畫成cos背角 coscos 兩個都是字簡取一加 欸 沒錯 現在沒有平方 所以請你開根號 取正負 那當然這個就是正的 我們就不用理他了 那所以這個的答案 到底會等於多少呢 它就會等於 來看我囉 這個叫做根號的 喔 二分之 一再加上 來這裡帶進去 叫做二分之 根號二 叫做一再加上 二分之 根號二 OK 這邊沒有問題 好 來這裡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把上下 同時乘上 根號二 在根號裡面乘二 那就是 二分之 看好囉 這個叫做 根號的 二再加上 所謂的 根號二 有沒有感覺 嗯 好像有點感覺 為什麼 你看喔 這裡是二的平方 這裡出現了幾個二 兩個二 這是兩個二 來這裡是二的三次方 請問這裡一共出現幾個二 三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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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給他大膽的預測一下 如果今天是cos的二的四次方拍 就是十六分之拍嘛 二的四次方分之拍 我們大膽預測一下 它應該會出現幾個二 應該會出現四個二 來那真的嗎 來我們一樣使用平方畫背角 假設這裡有二 來一樣喔 來看好囉 來次方降下來 角度升上去 變成二的三次方拍 分之拍 平方畫成cos背角 各位同學coscos自己人取一加 但你沒有了平方下 請你開根號取正負 好來 那我們這裡取正的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沒有問題的話 來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 來看好囉 來 那你這裡是根號的什麼 二分之 來 看好 一再加上 我們把這個答案丟下去 這個叫做二分之 根號的 二再加上 來 這裡是根號二 OK 這裡喜歡有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再把根號裡面的部分 再來做處理一下 什麼叫根號裡面的部分處理 就是我把根號裡面上下同時乘上根號二 所以來這邊就變成了二 這邊就變成了 你看到這裡是二 再加上 你看分譜這裡是二對不對 叫做根號的二 再加上根號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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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會出現了幾個 沒錯 這邊會出現了四個二 哦 原來二的四次方 分之拍 他是這樣子的概念 來 那我問你 來 問你 來 我們大膽的推測一下 所以此時 cos的 而二的四次方 再來就是二的五次方分之拍 就是三十二分之拍啦 各位同學 他應該會出現五個二 所以來 這邊是一個 根號的 兩個 三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對 一二三四五 就是這樣子 哎 老師老師老師 欸 那那叫你這樣說 那叫你這樣說 這邊不對啊 這邊會有無限多個二 對啊 那你這裡是不是可以寫成cos的拍 來 二的什麼次方 無窮大次方 對 二的無窮大次方 因為他無窮多個二嘛 哎 拍 把它分成無窮多個 那這個東西 你根本就可以把它當成cos的靈弧 答案多少 答案就是一 當然我這個寫法沒有這麼的嚴謹 但是你可以用這樣子的角度去思考 好 你可以用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OK 好 那這樣各位同學有沒有了解到我的意思 好 這個東西其實它並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困難 好 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困難 那有一同學說 哈 老師 這個 有沒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來去做 有 我們示範另外一種解法 好我們示範另外一種解法 好 這種東西 因為它都是所謂的 比如說高中數學 所以不用探討的這麼嚴謹 太過於嚴謹 其實對你的這個這個這個 寫數學會有點困難 因為真正嚴謹的數學是到大學 高中的話 你要培養你就是你對你數學的感覺 來這一坨你都不知道 我會假設它叫做x 所以我令 x會等於多少 更好的2再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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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噹噹噹噹 對嗎 OK 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做一件事情 我要把左右兩邊同10平方變成x平方會等2 這個平方消掉了 再加上來剩下裡面就是哪一坨 就是這一坨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拉下來寫 叫做2再加上更好的2再加上點點點點點 老師 這個東西你有無窮多個嗎 你少一個還不是一樣 多呀 那我就叫它叫做x囉 所以它是不是x平方減掉x再減2會等於0 這個我們心算一下十四教準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x減2 這個叫做x加1 它會等於0 OK 所以x的答案會等於2 or-1 當然-1不合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一定是正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所求就是你原本答案的 這個答案是2喔 這個答案是2喔 2除以2多少 2除以2就是1囉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告訴各位同學的 利用半角公式 我們可以去求這種非常複雜的題目 來 各位同學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半角公式的應用 讓各位同學學會囉 我們的今天課程就到這邊為止 想要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想買我的現場課程 想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喔 我是李翔 有問題 我們在下面討論吧 掰掰